这一块钱反正我腿折了太快 走不动了 你还养我一辈子 停 只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隔住了 咱们只要往前走 无形的力量就荡然无存 这么说来咱们是开了光线没有回落 一个宝宽杀在身后 作者是让我们缠诈 宝宽杀 哎 别灰心 办法总比困难多 比如说 就比如 咱们从这里挖下去 地球是圆的 咱们一定能够挖过去 高兴你说这话 你听不懂几分力气啊 我 我特别有底气 实在不行 路上能烤起来的矿石 变向挖矿山 糟糕 咱们遇到劫匪了 那你放心吧 你等着你空间水的干脚 哦 那他为何堵我 肚子饿了 只好剩的肉吃 那剩的肉就是你自己来的 然然你看你看 这野人的力量打破了屏障 咱们能够后退了 当时候矿山不就是咋俩的了吗 哦 就是当沙大白 依然一回的 不过野人在天地 咱们怎么带他出去呢 还显示之后 怎么样了野人呢 我好不容易才过去的 又被动回原点 可恶 咱不能这样 要掌握主动权 不能光靠野人 这样太被动了 不知道会被野人推到什么方向 还会受伤 等我提点点矿石 做你称手的道具 推推棒 给你一个 有了这玩意啊 不需要野人 使用这位自动权送到我的身边 诶对了 有了这个啊 我们就能够尝试靠近宝荒伤 表妹走 我们现在就去试试 我是什么绝世小天才 万事俱备 是你去还是我去啊 我来我来 我等会真正事 我应不容辞 他就准备好了 来推我吧 先把劲 太厉力点 你没吃饭吗 别催嘛 这不还是得先靠近你 再继续吗 你再催我就不继续了 哼 他就错了 先继续 不催了 这还差不多 就下一步之遥 表妹胜利就在前方 什么东西一挖乱叫的 怎么会有那么多点野人啊 万难 尤其是看守宝物的 我就知道事情不会这么顺利 表妹一下子就被打到十米开位去了 表妹你还好吗 你看我这下还好吗 不说快都会麻烦没了 还不能走 方便你还好吗 呃 确实不太好的样子 不过咱们得想点别的办法 推推棒虽然好用 但是碰到野怪一干扰 就一点用都没有 让我看看能做什么 勾爪 这个好 哪里还需要什么推推棒 走板板 再度出发收集材料做勾爪 你早说要吃吃了 这边没想起来嘛 再说你想要收集物资 不还得用到它嘛 这石头啊 我感觉不妙 怎么还到地牢来了 好在没有怪物守卫 把这苏瓜一空 然后我跟你说啊 这个泡泡是个好东西 能够带着我们移动 不受限制 我看有波波大 虽然是网开逢了一波 你说没有野怪守卫的 这不如是吗 只是一时大意 接下来就不会了 看到爆炸弹靠近就飞开 再建个围墙挡住 压根就不用怕 谁还说土对放没用的 至少能够把这野怪赶跑 提点点矿石 勾爪我来了 首选但是是宝矿商 把爆炸全部带走 赶赶快跟上 慢了我可不等你啊 尽快一块再十块 都弄了我呢 所以说这种行动不变的地图 还是做勾傻最合适了